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我们在超越这些象征物的过程当中必不可少的工具 语言和文字本身也是象征 但是我们现在还依赖它 我们现在依靠它用奇迹课程的思想体系来取代 也就是用圣灵的思想体系来取代小我的思想体系 那么既然这是思想体系 我们首先得理解它 在理解的过程当中语言和文字 这些个象征物我们脱不开的 所以目前我们还需借助世界的象征物 这是第一层 第二层 奇迹课程 从来都是要我们在关系当中修行 就在日常生活当中 点点滴滴的与兄弟之间的碰撞当中去修行 那么这个本身也是象征物 我们所经历的体验的一切 这些的宽束材料也是象征物 所以我们目前还必须借助世间的象征物 这是我们转世成治的材料 红尘练心 我们暂时离不开这个红尘的 我们暂时红尘对我们是有作用的 就看我们怎么用 第三句 但是你必须不受它的蒙蔽 不受它们的蒙蔽才行 我用它 但是 我知道这些只不过是时间的象征物 我不要把这些东西当真理了 我不要把故事情节当真了 接着看第五句 这些象征为你提供了世间所能了解的沟通工具 但你心里却很清楚 这种沟通与合一之境的交流 根本是两回事 当我们认为自己是独立的个体 当我们认为这个分裂是真实发生的时候 个体与个体之间的沟通 只能通过 世间的种种象征来进行 语言呀 文字呀 表情呀 肢体语言 对吧 动作啊 等等 但是我们知道 这种 基于分裂的沟通 与合一之境的交流 不是一回事 合一之境的交流是什么 是自信与自信的交流 认出来了 本来就是一体的 那么沾花微笑 会心一笑都够了 沟通是什么 沟通是我们屏幕上 一个形象跟另一个形象 感觉在 说话也好 写信也好 这叫沟通 合一之境的交流是什么 是这屏幕上面 交流的两个主体 认出来 我也是一个像素 你也是一个像素 我们同属一块屏幕 那么就可以会心一笑了 我们看到这时段的第一句 这里讲到 看清世间的学习 只是一种过渡阶段 这个过渡阶段 指的是我们从 深陷二元对立的 幻觉世界的这种状态 过渡到 回归一元真实之境的状态 你用的工具是什么 还是世间的 世间的学习 运用世间的象征物 也就是说 借假修真 借换修真 如同第三句讲的 即便是在回到黑暗之中 你不认为它是真的 你只是 借用黑暗世界 所能了解的词汇 揭发它的虚假 不实 借助幻觉当中的 象征物 来摆脱幻觉 叫 借假修真 借换修真 让我看到 第十一段的第一句和第二句 你可以随意使用 黑暗世界所有的无聊 名像及象征 只是切勿接受 它们为你的人生真相 这道理跟我们打游戏一样 什么游戏我们都可以去体验一下 过把营 玩一玩 只要我知道我在打游戏 这游戏里发生的一切不是真的 游戏里我扮演的角色不是我自己 那么就足够了 然后第四句 你只是为了方便起见 才使用人间的种种名目 但你一刻不敢忘记 它们和你只有一个上主的生命 方便起见 使用种种名目 那才可以方便说 可以方便说 方便用 方便理解 方便我们建立起一套新的系统 来替换旧的系统 方便我们建立起圣灵的思想体系 来替换小我的思想体系 只要我一刻都不要忘记 我是在一体性当中的 然后看到第十二段的第一句 上主其实没有名字 好彻底啊 连上主 都是我们为了方便说 为了 便于分裂的个体之间 能够沟通交流 达成共识 而去做的一个命名 上主都是个名项 空性都是个名项 上主也好 空性也好 一元真实之境的状态 根本就没有名字 接着第二句 到第四句 上主的圣灵 成了万物皆为一体的最后一刻 我们认出来 万物皆为一体 而且都是空性的孩子 那么这个时候 二元对立的幻觉世界当中 一切的对立矛盾冲突 全部都被调和 小马也好 高楼大厦也好 说白了 全是大海的孩子 波浪 那么这样去看的时候 所有的名字在此 何而为一 所有的空间都反映出真理的倒影 世界清净了 世界成为天国的倒影 所有的间隙弥合了 所有的分裂愈合了 分裂不曾发生 接着第五句和第六句 上主已把自己的圣名赐给了他们 那种圣子 以世间学问取代天堂之鉴的人 作为他们的天赋遗产 在那之前呢 圣子都以为自己营造的世界 才是那点可怜的遗产 那么今天 我们学着 用上主的 一体延伸的创造 来取代 圣子 昏迷不醒的 那点可怜的 妄造 然后看第十三段 第一句 这里又讲到 真正想要了解 上主圣名的人 不会空手而回 因为结局已定 分裂不曾发生 所以没有空手而回的道理 然后第三句 又说到 必须先为一切众生 接受这个圣名 宽恕要给到每一个弟兄 清白无罪的 目光要给到每一个弟兄 然后第五句 用此圣名来统一自己的所知所见 用一元的目光 来统一 二元当中 所有的对立矛盾冲突 然后第十四段的第一句 即使我们得使用不同的名字 只称上主之子 内每一个分别一时 我们心中寥寥分明 他们只有一个名字 就是上主所赐的圣名 我们还活在这个世界当中 所有的名字 都是依靠圣子的分别念 命名出来的 饭还得吃 叫还得睡 话还得说 虽然我们还会用这些名字 但是 我们在运用这名字的时候 背后 我们把那个分别念抽掉 心中寥寥分明 所有的不同的名字 其实只有同一个名字 也就是上主的圣名 然后来看第十五段 今天的导词 第三句 我们自己打造出来 而且赋予种种明目之物 不过是我们企图遮蔽你本体实相的一道阴影而已 这个阴影 就是障眼法 当我们用 自己的分别念 小我的分别念去看的时候 我看到一只杯子 那只要我看到这只杯子 我就再也看不见 它是空性的孩子 它是空性本身 这个叫阴影 叫障眼法 第四句 我们多么庆幸 自己是错的 我只是看错 我把空性的孩子 看成一只杯子 我只是看错 这种看错 也意味着 我会把自己的真实身份看错 我以为我是角色 我不是空性的孩子 这也是看错 第五句 我们将一切过错 都交托给你 这种看错 不是随随便便会看错的 都是建立在 我们的信念系统 人生剧本之上的 被信念系统一过滤 我们就过滤出了是非对错 我们一旦产生任何的判断 运用任何的命名 我们就失去了 看到本体实相的机会 我们就被障眼法 被阴影 障住了 所以把这个 信念系统 人生剧本 交出去 交给圣灵啊 上主的代言人 请他给我们化解 在圣灵的目光之下 所有的分别 都不再分别了 都是清静的 全部都是空性的孩子 确实是全然允许练习 认出真相 真相就是 亲是婴 世界是果 我是婴 世界是果 今天暂时分享到这 明天继续